早安各位 現在要來做早餐 其實我現在非常厚耶 我前天剛馬上想說 喔 我覺得我好像不太會煮飯耶 我是不是應該來練習一下 然後我就去買了食材 結果等到我昨天把廚房給炸了以後 我現在就很想把剩下的食材 交給早餐店阿姨 然後請她幫我做 但是想也知道不可能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 把剩下的食材給耗掉 然後比我朋友吃我做的早餐 首先先將吐司中間切下 不要切太邊邊 不然到時候斷掉你的臉 會跟沙皮狗一樣皺 接著再把火腿切一切 就可以開始煎囉 丟奶油 丟吐司框 丟蛋 丟火腿 丟起司 丟吐司塊 OK 結束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學外輪 開始壓壓壓 壓壓壓壓壓壓 等到吐司上面變金黃 就可以翻面 再丟一塊奶油繼續煎就 完成 今天超級成功的耶 我不需要早餐店阿姨耶 哇 天堂 我們現在要來拍照 現在好多都收割 你說往哪邊 來 氣勢要有 怎麼樣 怎麼樣 來啊 你看啊 我跟我媽說 哈哈哈哈 臭媽寶 我跟我媽說 神奇喔 你現在生氣嗎 有 有 跟你這幾天出來 不生氣才有鬼 有一個拍照的指令 好 大概是他想 偷摸我的節目吧 哈哈 哈哈 不要偷摸我 不要偷摸我 有一個 櫃子有一個打 李永庭在幫別人拍照 他現在已經下雨了 如果雨越變越大 我真的要跟我媽講 好舒服 現在要去買早餐 今天要兩個人掃四間 因為管家放假了 給大家看看另外一間房 再來是這一間房 亂的超級可怕 其實還滿爽的 看起來很好吃 下雨了 許惡家具騎車還沒有回來 等著看他變落湯漆 對 現在外面下大雨 反正就錢包我發現我沒有拿 我就跟老闆娘說 還是我趕快回去拿個錢包 大概五分鐘我就趕快回來 老闆娘說好啊好啊沒有關係 我就出門的時候 然後就趕快讓我回去 我說還是老闆娘 我LinePay給你 他說他們只有接口 還是不然我們試試看LinePay好了 我們就在那邊研究老闆天 他就問我為什麼來啊哪裡人啊什麼 重點是呢 他就說可以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打工換書 我們說什麼地方啊 然後他說你等著 他說我拿給你 你看他這個說要說不完了 然後他就給我這個聖經 他們說 有男生幫你做早餐暈不暈 有男生幫你做早餐暈不暈 感動到哭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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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我去喔 沒有 再見 掰掰 掰掰 他要先去三福的營隊了 在他離開之後 我變得有點魂不守舍 曾經一起生活過的房間 不再擁擠 我躺在他曾經躺過的位置 摸著他戴過的安全帽 坐在他常坐的位置 頓時一陣機 欸 這什麼 他該不會忘記把東西拿走吧 現在要去騎摩托車 然後去老闆的第二間民宿看看 喔喔這邊超美的耶 後面還有田耶 喔喔這邊好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跟這個房子也沒有差很多 喔 這個商人房超級大的耶 這是一個爽 爽 這家 這家超好吃的 蔬食男孩 午餐要來吃這個日式雞白湯麵 我好想吃這個 然後為了把食材耗掉 所以我們還要加蛋 起司 火腿跟培根 日式雞白起司 火腿 蛋 培根 湯麵 對 火腿跟酒 火腿跟火腿 火腿跟火腿 OK它看起來非常美味 我要來擺我的鬼滅之人追完 一個人來加冰淇淋 六十塊 這是我覺得這邊唯一合理的物價 吃剉蜜要配湯圓 超好吃的 現在要來收行李 因為明天就要回新竹了耶 但是工作的最後一天了 整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空氣整個是 痾 酸臭的 這邊旁邊不知道為什麼有點酸酸的味道 掰掰 我待了兩個禮拜的房間 嗨各位我不會到家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悲劇的事情 就是我忘記把我的小貝貝拿回家 我花在旗上 真的不 總之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加訂閱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這邊好掰掰